回到台湾来看到台股 台股周五开高走低 从盘式结构来分析 受到福茂抗争僵局联准会 可能会提早升行的影响 导致台股在这个礼拜 一路跌破了十日线跟月线 分析师就指出 现阶段市场焦点人是电子类股 持续地看好今年主流族群 包括了绿能趋势 像是LED 太阳能族群 同时呢 随着第二季的半导体进入旺季 苹果渴望在下半年推出新产品 所以分析师也建议 服务第一可以接触相关的类股 详细的内容 我们来看新亿日报的就是论事 字幕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